所謂日有所思,夜有所夢 日間時運低,晚上就可能發惡夢 不過現在就有更多科學家相信 發惡夢和創意有關 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睡眠研究員 找了每個星期至少發兩次惡夢的人測試 發現和沒有發惡夢的人比 聯想字寫得更多,特訓更高 令研究員相信,惡夢啟發創意 研究指出,發惡夢的人都會比一般人多發好夢 經常發惡夢雖然不幸 但想像力通常會延伸到生活裡 這個發現暗合精神科的理論 塔夫斯大學醫學院著名神經科醫生克特曼 就發現受惡夢困擾的病人 多數都有些玻璃心,感情豐富又敏感 而敏感度反過來,又令夢境更加強烈 相反,喜悅的心情也會令他們發開心的夢 黑特曼同時指出,敏感的人 睡醒後亦會呈現發夢的特質 善於表達思想情感,亦由於情感濟膩 他們容易受世事感染 亦因此較易觸景深情,悲天敏人 啟發出像藝術家那種創作的靈感 真是有誰能猜到呢?